東歐國家摩爾多瓦 21日同時舉行總統大選 與加入歐盟公投 最終計票結果顯示 百分之五十點三九選民 贊成加入歐盟 贊成票只比反對票 多出一萬一千多票 驚險過半 英國廣播公司指出 摩爾多瓦入歐公投 以及微弱差距 獲得通過另外借大感震驚 因為大眾普遍預期之項公投 能夠輕鬆過關 摩爾多瓦總統桑杜 在選後發表演說時表示 掌握明確證據 表明外部勢力干預選舉 雖然桑杜沒有名講 但摩爾多瓦當局最近查獲一項買票計畫 顯示來自莫斯科的資金 付錢給摩爾多瓦人民 要他們投下公投反對票 並將總統票投給桑杜以外的候選人 克里姆林公則要求桑杜拿出證據 證明俄羅斯干預選舉 桑杜在總統大選中拿下42%選票 將與親俄政黨支持的候選人 在11月3日舉行的決選中一較高下 學者指出摩爾多瓦入歐公投 雖然以微弱優勢或通過 但這已經削弱摩爾多瓦人民 與桑杜政府的情歐形象 華新聞劉曉竹端正博報導